投票率超過XXX是有可能的 那投票率越高 基本上對XXX越不利 因為多出來的人一定不是投給XXX的啦 所以他要堅持 不要害怕 不要怕被潑冷水 抗中法派 全部都戒選 玩不出招了啦 不保證當選嘛 選民的情緒仍然會變動 2000年大選的復科嘛 這種選舉不可預設 不知道最後會有什麼怪招這樣 柯文哲的票有相當大的部分是不喜歡藍綠的 所以上次他們有可能不投票啊 因為宋楚瑜他們覺得也是國民黨的啊 所以他們就不投啊 那這是有柯文哲啊 所以我認為 投票率高到超過75是有可能的 那投票率越高 基本上對賴清德越不利 因為多出來的人一定不是投給民進黨的啦 一定不是啦 所以至少你說投票率 你覺得有機會到7.5 有機會 我認為可能會超過 因為有柯P啊 而且柯P 看起來這個力度 毫無減弱之意啊 比如說昨天 侯友宜不是在強調那個6點的藍白共識嗎 那柯文哲就立刻回應嘛 他說 怎麼會這樣配怎麼辦 我覺得他這樣第一次時間回應也沒關係啦 我會建議侯友宜就連續講10天 因為侯友宜要爭取的是 希望 下架民進黨的一些人嘛 所以他只要 有部分移動的效應就可以了 所以他要堅持 不要害怕 不要怕被潑冷水 追莎莎一次 莎莎潑潑冷水 還要再繼續站崗 樓下繼續站 我會報警 沒關係被抓 被抓沒關係 展現你的決心 我會申請保護 沒有 我沒有騷擾你啊 我就來樓下啊 就等你啊 你怎麼很嚼 不是我是 你不是舉別的例子嗎 你已經結婚了 你不是舉別的例子嗎 我只是舉例 就說一個人 表達他的決心跟誠意 這個就是要連續講10天啊 反正就 你橫數就10天嘛 你不覺得愛情 現在9天了嗎 你不覺得愛情店都這樣拍的 就拿個吉他在這邊唱歌啊 可是你知道愛情片是愛情片 如果拉線去生活 你就是偶然嘛 第一天潑冷水對不對 繼續唱 換一件衣服來再唱 那你再潑冷水 但我可以理解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行政治跟騷的好好的經營 這9天 我跟你講 還沒有 你不是秀給柯文哲本人看 你是秀給所有在野的選民看 對是給選民看 對 那用政治跟騷的怎麼講精確嗎 錯誤 這不是跟騷啦 這個是 展現給莎莎所有的室友看到 兩個步驟 他今天開始展開的慎選兩部曲 今天早上他先去之前的台北小巨蛋的站路口 然後跟台北市的幾位立委的候選人一起 比照當初四年前 蔡英文所做的同一個點 這學侯友宜的吧 當然 侯友宜先站的啦 然後我先講嘛 等我一下 然後今年的黃金周造勢 他現在開始了 今天的首戰會選在新北的土城 蔡英文會來 賴清德 蕭美琴 于天 黃毅川 都會來 你到新北市土城 你要不要講戈喉丸 你要不要講社會安全網 你做賴清德啊 對啊 今天晚上啊 我知道啊 我 我不認為他會講 我也不認為耶 他還是會講康德國 可是不講讓人覺得非常不舒服耶 你都到土城來了 不會啊 那只有你記得啊 秉優啊 選民朋友們 你們在裡面記不記得 我跟你保證 他一定都講抗中保台 我跟你保證 他最近的這個步調已經明顯了 而且我跟你講啊 那個 我記得很清楚啦 羅文家 羅文家那個上次選 內製選台北縣長 他的對手是周錫衛 那板橋他辦選前之夜 哦 那個場人之多啦 超過五萬人啊 結果投出來輸十九萬票 新北市的人啊 最看不出投票的取向 因為你都找得到你要的人 那他人很多啊 所以我估計他土城的場 也不會低於三萬 人也會很多 尤其是剩下最後十天了對不對 對 你看像聊天室裡面 大家就在講 就是他說如果真的講 他也會把這整個割喉案 推給侯友宜啊 他不會啦 他會講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啦 他不會講那個啦 因為 那個很容易被歸咎到 社會安全網不見權 就是你剛剛隨便一講 讓大家就知道了嘛 都立刻知道啦 因為你會這樣 國家的政策 我跟你講對 對國家政策的檢討 他都會失分啦 就是他的包袱啊 是嘛 所以他不會講 他只會講意識形態啦 李遜想一想 今天被偷拍他 都可以直接講中國戒選 所以我再知道他們就要開始了啊 是吧 最後這十天他才是強打抗中保台 所以現在就是只要 有批評民進黨的都說是中國戒選 就是這樣 很好用耶 賴皮寮大概都也是中國 中國 中國幫他偷蓋的這樣 都戒選這樣 高端也戒選 什麼都戒選 莎莎現在也是在戒選 對 你今天就是打定主意把我害死就對了 是不是 方方面面 不是啊你在批評 批評耐清德啊 就是戒選 真的是 我又配合境外出力了吧 因為他 他已經 他已經玩不出招了啦 所以就只有這一招 所以我才跟你講 其實他的票就固定在這裡了 他是 他封關民調他是領先沒有錯 可是 他這樣並不保證當選嘛 所以 為什麼彭博不敢下這個定論嘛 他只講說 他已經準備好要當選了 可是選民的情緒 仍然 會變動 講戒選可以再吸到人 還是講戒選只是幫自己解套 一直講戒選的話 我認為 別的招都會失分啊 就不如講這個安全招 那重點是加得了分嗎 還是其實 加不了分 打平 只是保本 保本招 這個叫保本 保命符 也不是保命啊 命也不一定有啊 搞不好 其實就是取決於 藍白之間的流動啊 命也不一定有 藍白只要一流動 他就掛啦 不是嗎 所以你看那個 尤盈龍也講得很好啊 尤盈龍說 他隱隱約約感覺到 這是兩千年大選的復刻嘛 就是感覺好像 最後票會有移動 因為我跟你講 類似兩千年那個選舉 我是參與者啊 陳雪北跟宋楚瑜 到最後真的你不知道誰贏呢 就兩個人就非常接近啊 那支持各方的都說他贏啊 可是就是 後來你就看到許文龍 然後國政顧問團就出來了嘛 就是李遠哲跟殷琦啊 許文龍 那因為許文龍是李登輝的好朋友 隔天民調 漲四個百分點 那是在投票前三天 哇 前三天欸 前三天 然後四個百分點 增加四個百分點 後來陳雪北贏不到三十萬票 不到兩個百分點 所以如果沒有國政顧問團 陳雪北也就輸了 讓你聽懂嘛 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件事 因為 他陳雪桐這邊 連戰的票 親李登輝派的就被拉過去嘛 那連戰這邊 比較深藍的 也會怕啊 不要讓陳雪北當選啊 所以就有一些人要跑到宋楚瑜這邊 都有接觸喔 就要死不死 你們家那個馬英九出來宣布個假民調啊 說連戰領先啊 你記不記得這個事 後來被人家痛罵嘛 那馬英九就說 這黨中央給我的資料啊 我哪知道 結果黃復興真的投給連戰 就這樣 所以黃復興如果 部分棄保就好了 宋楚瑜還不會輸咧 三十萬票 兩個百分點 所以我跟你講台灣的選舉啊 所以那天那個我在直播嘛 結果一個大陸一個朋友 就給我一個留言啊 說看台灣選舉好像在做自力測驗啊 哦真的這幾年之間才會這樣行動啊 對啊 對啊 這種選舉就會這樣 因為桑卡路 然後好像有 另外兩個 只要部分匯聚就會壓倒另外一方 對 這種選舉不可預測 所以游益龍就這樣講 他說 讓他回想起2000年的狀況 有讓你回想起嗎 有啊 有啊 可是 坦白講啦 你怎麼知道 那個時候那個 李登輝的國民黨會 氣保連戰跑到阿扁這邊 這誰想得到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 有點不可預測啦 不知道最後會有什麼怪招這樣 好 明天見 阿托 再見